在最近开幕的2018年成都车展上 宝马推出了一款全新的M4敞篷轿跑 线连发售300台 宝马的粉丝又浮了 巨星 这辆车是为了纪念宝马M3的开山车型 E30汽车厂蒙版30周年而特别推出的 因此从外形上就能看出E30的影子 属于致敬之作 不过老板的纪念风格 在新时代语言的结构下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看雾的人都觉得太帅了 外观上 这辆车的至今的意味浓厚 比如前脸部分的双分式的进气格栅 以及下唇的三个进气口 都是老孔的E30采用的一个经典搭配 不过在现代的流行元素的渲染下 前脸的立体感和优美的线条 都是30年前那个坠愣愣的铁盒子 所不能比拟的 也唯有现在这种灵动的曲线设计 才能让老板结构爆发出如此之大的能量 看看宝马M4的流行造型 和其中表现出的成熟工艺 恍然间仿佛看到了宝马30年的历史 内饰上这辆车采用大面积的真皮材质包裹 缝线细腻做工优良 中控屏幕采用可伸缩的悬浮式中控 科技感很强 多功能按键消防E30采用旋扭式的按键 一表盘还是还原了当时经典的机器表盘 复古与现代的结合 让这辆车的档次感提升了不少 在动力上 这辆敞篷搭载的是 3.0T166缸双涡轮发动机 最大功率431匹马力 峰值扭矩550牛米 在选装M竞速套件后 则可以进一步提升到450匹马力 百公里加速只需要4.4秒 并且特有的轰鸣声让你分不清 它到底是敞篷还是高性能轿跑 总而来说 这辆制锦之作充分体现了宝马的成熟工艺 和设计的巧妙 对于粉丝来说是不小的回馈